古今最新动作野心暴露了 中共刀把子要姓王 他和习的关系非同一般 加拿大三大国安飞机中共排在第一 中国顶级球队散火 重创了习近平的强国梦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5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俄罗斯从2月开始出兵乌克兰 虽然一直宣称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但总统普京5月25日签署命令 简化乌克兰南部赫尔松 扎波罗热两州居民取得俄罗斯护照的程序 此举将普京吞并乌克兰的野心暴露无遗 西府当局立即指控此举 违反国际法是侵犯主权的犯罪行为 根据CNN报道 俄罗斯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前 除了单方面宣布乌东青俄分离主义政府 顿涅兹克共和国和卢干斯克共和国独立白 还向该地区居民发放了数十万本俄罗斯护照 为入侵行动创造借口 俄总统普京5月25日签署新法令 除了简化顿涅兹克和卢干斯克居民成为俄罗斯人的程序 还纳入了赫尔松和扎波罗热 让这些地区的人更容易取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目前受俄军占领 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则部分遭到莫斯科控制 莫斯科当局和当地亲俄官员早已预告 两地可能成为俄罗斯一部分 根据普京25日签署的这项命令 申请人无需曾居住俄罗斯 不必提供足够的财力证明或通过俄语能力考试 申请将会在三个月内处理 赫尔松有关当局 23日以俄罗斯卢布为乌克兰币赫林夫纳之外的官方货币 莫斯科任命的扎波罗热部分地区官员 19日也宣布了相同措施 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如此非法和发护照是公然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规范和原则 另据中央社报道 俄罗斯国会25日通过一项法律 取消民众从军等年龄上限 分析认为这个迹象显示 俄罗斯正设法为入侵乌克兰招募更多兵力 按先行法律 只有18至40岁的俄罗斯人和18至30岁的外国人 有权签署他们的第一份兵役合约 俄罗斯国会上下议院皆支持新法案 随后必须由总统普京签署成为法律 法案附大的一份说明称 使用高精准武器以及操作武器和军事装备 需要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 这些专业人员的年龄可能在40至45岁之间 俄罗斯宣称 2月24日启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已有逾1000名官兵阵亡 并誓言只要情势所需 就会持续战斗到底 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当局正在公安系统针对 孙力军傅政华同伙大清洗之际 公安部高层人士也接连变动 有评论认为连串的人事异动 似乎都有浓厚的公安部党委书记 王小红的个人色彩 有关王小红的背景标签 外界最关注的不是她的家事 而是她与习近平的关系 综合媒体报道近半年来 公安部领导层三次调整 2021年11月王小红接替赵克志 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并继续担任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公安部特群局局长等职 2022年5月16日 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林锐 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25日公安部官网更新显示 北京市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 齐延军已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5月26日发表的《明报》评论认为 政法委和公安部门 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工具 所有中共刀靶子支撑 因此一定要掌握在最新的过的人手上 评论指出 王小红在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 就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相识于威时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 王小红先从厦门市公安局长 升任河南省公安厅长 三年后再调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负责经济保安 后来再升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去年更成为公安部历来 首名不是部长的党委书记 所以说刀把子姓王也就信息 评论指出 新就任的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林锐 也是福州闽侯人 是王小红从福建厦门市公安局 调入公安部的 先任部长助理兼网络安全局局长 两年多前升任副部长 主管网安治安和情报指挥中心 她此番调入中央政法委任副秘书长 相征王小红的人事触角已经延伸到政法委 未来即使王不能亲自掌管中央政法委 仍可对政法委施加一定影响力 而58岁的齐延军长期在公安消防部门任职 王小红任河南省公安厅长时 她是河南省消防总队总队长 王小红进京后 她也从公安部消防局到了北京市消防总队 然后一步步升任 是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当王小红离开北京市局时将率印交给了她 今次调任公安部副部长 未见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和人兼长北京市局 值得留意 此外 近日地方公安首长大幻辈 盛传51岁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李耀光 将调任江苏副省长兼公安厅长 《明报》评论指出 李耀光也是王小红在北京市局的得力助手 其晋升可算刀马子姓王的用意例证 加拿大最新一份国家安全策略报告提出 中共俄罗斯和右翼极端势力 是加拿大三大需要注意的国家安全问题 专家提醒政府和国民 需要高度重视这些因素的潜在危机 其中中共被认为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长期挑战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这份由沃泰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编写的报告 2020年代国家安全战略 由去年担任总理特鲁多的国家安全情报顾问 李格比和沃泰华大学副教授朱诺共同执笔 两人访问参考了4名前国家安全顾问 两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 都被退休大使官员和学者等意见编写而成 报告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对西方的直接威胁 但中共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长期挑战 报告提到 中共和俄罗斯将继续通过外国干涉虚假信息 间谍活动 人质外交和网络攻击 对加拿大构成重大威胁 报告又建议 加拿大应考虑加入美英澳联盟 可以和盟友共同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撰写报告的李格比说 对我来说 中国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 我们和中国有持续不断的各种挑战 无论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 或是民主价值观上的冲突等问题 尤其在新科技发展下 这种威胁更剧烈了 加拿大政府上周宣布禁止中国华为科技 参与5G网络建设 这项决定获得各界支持 加拿大哈密尔顿报业24日的社论说 选择5G合作伙伴需要谨慎 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 我们不能相信中共 鉴于中共政府专制的权利 它可能会迫使华为 交出加拿大人的个人信息 此外报告还强调 尽管现在加拿大没有发现 重大恐怖攻击 或是国家安全危机 但风险系数依然很高 而且加拿大机构和国民 普遍对安全问题缺乏警觉度 这是一大问题 负债累累的中国顶级足球俱乐部 重庆两江竞技队宣布解散 成为最新一支被从曾经已挥霍无度 而闻名的中国联赛中解散下架的球队 今年来几家负债累累的超级联赛俱乐部已经消失 包括2020年中国冠军江苏苏尼 评论指出 甲级足球面临的危机不利于落实习近平 促导实现中国足球强过梦的计划 据陆媒报道 中国足球中来自西南部城市重庆的重庆两江竞技队 在5月24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非常遗憾地决定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 从而解散该球队 法新社评论指这是对中国足球信誉的又一次打击 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足球的世界强国 有能力组织和赢得世界杯 近年来几家负债累累的超级联赛俱乐部已经报告消失 包括2020年中国冠军江苏苏尼 新冠疫情的影响和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 已经对重庆两江竞技队的财政造成了影响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除了2-3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之外 中国几乎取消或推迟了原定在中国举行的 所有重大体育赛事 包括国际赛事 同样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 足球超级联赛预计将在中立场地的空场进行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